古老明信片始終珍藏舊香港,名部專訊,香港回歸中國快二年 雖然主權有變,不變的是,香港人一直在這小小的城市中為生活及理想而奮鬥適日努力耕耘的光景 除了透過舊照片或錄像保留下來,不少也被印製成明信片在收藏家眼中 這些明信片都是貴寶,收藏價值非常高,因為當中包含的不止是昔日風景套像 患有文字書寫、日期、郵票、郵局印鑑等等珍貴的年曆資料 從中可規探過去歷史的變更1840年首張明信片值38萬有歷史資料及拍賣行紀錄的全球第一張明信片 是1840年一張有手繪畫像的卡片,由英國小說家Feedle Hook買回來 然後貼上一媒一英國辯視的郵票機會給自己他也創下明信片拍賣的最高價紀錄 2002年在London Stamp Exchange拍賣會中以31758.75英鎊 約38.4萬港元,拍出而全球第一張有郵政局發行的明信片於1869年面世 由奧地利郵政局發行隨後明信片漸漸流行整個歐洲 原因是當時寄信郵資非常昂貴,由局稅發行以蓋印章 由資格便宜的明信片、公平文作書信溝通工具之一 早期的明信片設計非常簡單,沒有圖像 只印上一些字句或標誌,例如國輝、萬國遊聯 當時多國組織的郵務體系等至1890年代 歐洲興起印有圖畫的明信片,不再只限以單純文字與標誌傳遞信息 讓修件人可透過圖像更了解發見地的風土人情 1879年香港首發無圖明信片至於香港第一套明信片何時出現 據明信片收藏家唐卓敏表示,香港為了加入萬國遊聯 於1879年4月1日發行香港郵局的官方明信片 共有兩款,黃色的三線及藍色的五線 只印上英國王家輝號、香港、萬國遊聯及在此面指準書寫地址等字樣 背面沒有圖像,亦不像外國的明信片般以把郵資蓋張印在卡上 要自己貼郵票發行一年後,才改郵印刷時印上郵資蓋印 19世紀後期,有商家開始僱用畫家在明信片畫上香港題材的圖像 至1898年,印製相片的明信片開始在香港發行1900至1914年間 收藏明信片變成世界潮流,明信片發行兩搭高峰 收藏家稱之為明信片的黃金時期同表示,收藏明信片非常簡易 放入商片寶中,然後存放在乾爽地方即可 當然要避免陽光或室內燈照射,以免他片變垂及褪色印 舊街舊樓稀有價值更高明信片最悲傷的價格 很多時與內容有關譬如香港街道及樓房照片的明信片 會比指有漁船的維港價值更高 因為港口的明信片較多,以街道及樓房作背景的相對少 舊住宅區就更少而如果相中的街道及區域視線有拍照的 如舊深水埗、九龍城等等 其價值會比商業中心中環或尖沙咀的街道更高 收藏攻略,未曾由記保存教員好 香港歷史明信片最悲十分搶手 曾有一張1930年代跑馬地的照片明信片 叫價0.99美元,最後以1,111美元約8,600港元 成交堂卓敏表示,明信片收藏大致分為兩類 曾由記或不曾由記沒由記過的明信片保存度較高 有由記過的則有郵票、郵局印章及日期 然而圖像可能受損明信片細分可再分四類 建築物、街道、民生百態及歷史事件、如戰後等 有些收藏家有或用地區 專題、印刷技術及出版商來分類其實方法 由收藏家自訂便可、多項拍賣資料及有關收藏書籍 可幫助了解其稀有道 唐卓敏息子如今藏品包括賣新契 唐卓敏是香港收藏家協會現任會長 也時發起人之一他表示會願以明信片愛好者居多 其他藏品也時以紙品為主他家中有一系列明信片 題材包括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抗日戰爭、二次大戰等等 其他紙品收藏還包括郵票、車票、軍票、燕仔紙、角色帳單、文件、證件、照片、海報、地圖、賣新契等等 唐卓敏著有香港歷史明信片精選1993年合篇、香港日戰時期1995年合篇 及香港明信片180019002012年合篇 文、簡一封編輯、屈曉同1901年明信片 相縱視香港華人在卓上玩直龍賭博遊戲堂表示 以居民生活相片作為明信片 也可反映當時香港生活及便服演變 是明信片收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唐卓敏藏品、非賣品 圖片由唐卓敏提供1901年明信片 相縱視香港華人在卓上玩直龍賭博遊戲堂表示 以居民生活相片作為明信片 也可反映當時香港生活及便服演變 是明信片收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唐卓敏藏品、非賣品、圖片由唐卓敏提供 這張更珍貴於1897年於香港寄出明信片 卡相由畫家繪畫停泊在香港港口的英國戰艦及漁船 背面印有英國王家輝號及字樣 唐卓敏藏品、非賣品、圖片由唐卓敏提供 這張更珍貴於1897年於香港寄出明信片 卡相由畫家繪畫停泊在香港港口的英國戰艦及漁船 背面印有英國王家輝號及字樣 唐卓敏藏品、非賣品、圖片由唐卓敏提供 唐卓敏,林俊元四 唐卓敏,林俊元四